吃完桑拿鱼再来碗黑豆花 这个黑豆花非常的细腻 它完全没有任何豆质的颗粒感 一整碗非常的滑 很好入口 嘟溜一下子就下肚了 但它这个不像自然凝固的 非常难饶起来 店里还有一只很可爱的柯鸡叫妹妹 特别特别黏人 一直站在我脚边 我个人认为南方的豆腐缺少豆味 感觉也不是很浓 整体偏清淡微甜 来顺德了必得再来吃一趟鱼 这是正在煎的柯南鱼饼 这个碗里面有鱼汤鱼面 还有鱼皮脚 这里面的鱼皮脚是用猪肉和鱼肉做成的 然后鱼皮就是鱼皮做的 不要滑 夹入夹入 这鱼饼煎的是两面清淡 油下的非常的滑 它面油煎的它已经有点较香的 但不影响它里面的Q弹的鱼盖 这很滚烫耶 就还没看到那一点鱼肉的碎鱼皮吧应该是 应该是把鱼肉打到很细腻 再加入粉鸭汁而成的 它就是整个很Q弹的 很大没有粉条味 这鱼皮脚比我在广州吃过的大只很多 这鱼皮脚比我在广州吃过的大只很多 里面它还有很多 就是那个鱼肉的鱼肉 就算是不怕吃 一咬就吃不开 可能做平时吃这些海鲜 或者鱼类的比较多 并没有太经验 这鱼皮脚是淡淡的 鱼皮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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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清汤寡水 我不知道 还是挺抓紧的 这碗感觉还是挺真材实料的 35挺推荐的 店里还可以买鱼饼和鱼面回家自己做